本赛季的欧卦冠军争夺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不少的豪门纷纷的被球迷看好,而且在本赛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米兰的回归,在上课赛季的他们获得一架联赛的前四名, 这让他们成功的晋级到了欧冠的正赛当中,在欧冠的前两场小组赛当中国际米兰取得了两连胜,但是在面对巴萨的比赛当中,他们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对于国际米兰来说他们这一战被打归了原形,这样的国际米兰让球迷非常的难以接受,但是在这场比赛刚刚开始之后,就注定了是一场失败的比赛, 在上课赛季国际米兰之所以这样的出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中场拥有凯塞洛和拉贝尼亚,但是在赛季结束之后,他们并没有对两个球员实行脉断,不过国际米兰在夏天还是得到了内英格兰这样的中场球员, 但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那英格兰的受伤,将国际米兰在中场人手非常的短缺,但是作为主帅斯帕莱蒂,在偏偏选择了巴赖罗,对于这个30岁的中场59岁的用帅斯帕莱蒂身心不疑, 但是在比赛刚刚进行了20多分钟之后,巴莱罗的体力就不行了,甚至不少的球迷纷纷地表示,在比赛刚刚开始之后巴莱罗就让巴赖多打一人,59岁雍帅斯帕莱蒂,三巴辐射先毁了一把, 随后就是在比赛当中正处在上升,基德福尔法律科直接被59岁的雍帅斯帕莱蒂器用,这让国际米兰在比赛当中显得更加的被动, 当然对于国际米兰的59岁雍帅斯帕莱蒂来说三巴佛的第二把也就相当于没有开认,当然最后也是球迷们最生气的, 在比赛当中59岁雍帅斯帕莱蒂,展现了非常愚蠢的坏人名额,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佩里基奇和坎德雷瓦先后被波利塔诺和开塔换下, 国际米兰的防守彻底都没有了,甚至成为了巴萨的后花园,这样的一场比赛国际米兰最终0比2,输掉了比赛真的算是幸运的了, 当然对于复兴中的国际米兰来说这个赛季的欧冠他们不仅仅遭遇了失败, 而是在巴萨还创造了两项尴尬的记录,从03年到现在,他们在巴萨的主场没有赢过球, 而且还是四场比赛全部被巴萨凌峰,这样的两大尴尬记录或许,真的应该让国际米兰反思了, 当然这个赛季的欧冠逆席之路,他们想要争冠真的是难上加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